小邓在杭州九宝派出所报警 说自己在网上找了一个女朋友 被对方骗走了五万多块钱 4月初小邓通过交友软件认识了一位女朋友 两人越聊越投机 当时这个嫌疑人的就是这个昵称也是蛮有诱惑力的 叫虚拟一世温柔 然后就是这个氏族后面就跟这个嫌疑人后面 互相加了微信 然后两个人就是在微信上就是聊的也挺热火朝天的 后面两个人就以男女朋友的这种身份确立关系了 在微信上对方自称姓王 在广告公司做门员还发来了一张照片 聊天时不断的以点卖卖交罚款 购买生活用品等理由向小邓要钱 刚开始金额较小 后来对方又说自己母亲出车或急需用钱 成百上千的向小邓要钱 不停的就是以各种理由 比如说他要还钱呀 要交房租之类的 就是让这个施主给他转钱 就总共是转了差不多总共是五万多块钱 要钱次数如此频繁 其实小邓也怀疑过对方身份的真实性 抱着这种怀疑的态度说 万一你对方是个男的 因为我也没有见过你 然后当时也是这种怀疑的态度 后面就是这个嫌疑人呢 就是为了取得他的信任 然后就把他妈妈的微信 所谓的妈妈的微信 推给了这个施主 一想到都和对方家长聊上天了 小邓打消了心中的顾虑 感情反而加深了 不过他多次提出视频聊天 或者线下见面都遭到了拒绝 这让小邓再次怀疑自己被骗了 就到九宝派出所报了警 在网警大队的介入下 警方迅速锁定了嫌疑人 其实他是就是是年轻小伙子 一对双胞胎的兄弟 然后平时的话 其实这个哥哥也是有正经工作的 然后弟弟的话就是 反正就是没事情的时候 就跟这个施主聊聊天之类的这种 就是他们骗来的钱 反正就是一起花 微信上自称是王某妈妈的 其实就是双胞胎兄弟中的哥哥 警方在一处出租房内 将兄弟二人抓获 目前两人都被警方刑事拘留 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 一个就是往上交友 还是要谨慎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